大家好,这里是百家拉面计划的第25篇 不知不觉,不计不慢的 这个计划的进度已经到了四分之一 到今天第一次觉得有点沮丧,有点难过 因为突然发现,我的带去清单中 有两家店已经永久停业了 估计全部搜索一遍的话 停业的还不止这两家 最后我俩去了一乘四 这边采雷机率比较小 这家叫神来的店,看着还不错就直接进了 朋友点的是鸡盐拉面 我点的特制烤炒炒面 鸡盐拉面不知道啥味 但蒜末好评 不是说吃面不吃蒜,相关少一半嘛 我这个是根据京东口味的豚骨在欧位基础改良的 汤头味道跟第一序比较接近 是谁觉得第一序配菜太少了嘛 他们家在配菜和摆盘上杀了一些功夫 烤炒炒很香 但是口感上我觉得有点偏硬 炸蒜片虽然就这么一点 但对味道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必须好评 很多细节上能感觉到 丁大在不断尝试新食材 不断去提高进步 保持传统和坚持创新 其实都很必要 一些很有特色的店停业了 遇到了遗憾 就在于他们独特的想法没有得到延续 我喜欢拉面配米饭 其实还因为米饭的口感品质更直接 好坏 只需要一口就能判别 而能不能做好米饭 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店家的用心程度 这家我给好评 而昨天吃了这家店 其实我也点了米饭 又烫又硬 我就吃了一口 大家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店 可以留言告诉我 关系地区的可以马上安排